下一批零售類股份也有機會做得更好 因為上一個月,你見到九月內地方面公佈零售消費 或者個人收入方面,其實都是比預期中好 所以這次可以留意安達2020 雖然你所知,之前因為在市場方面 在股值殺股值的情況下跌了下來 再加上第三季銷售金馬 亦是比較低增長的情況下 但市場的股價都高位回調了超過三成 接下來當然在冬季或者寒冷天氣提早來了之外 其實再加上預計第四季的居民消費的能力 或者異獄都會逐步攀升 其實安達都有能力博過落後或者反彈 所以如果你說博的話 當然如果比較好,可能是120元 但現時來說都反彈上來 可能合情理一些,可能接近125元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博過反彈 上方來說,先看著150元 但如果假檔跌穿115元,應該要先做紫舌補儲